无聊寂寞想要开心 点亮我的心情 打开夜闹和随身听 享受冷消失的火力 小火冰和小谷都在这里陪你 你的地区随时带名 假如我们等你一起 青春爱笑前听见属于青春的声音 来 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这节班会课要讨论的 最终的忠心得幕 孝顺 各位同学有什么意见吗 选我 选我 我觉得孝顺就是父母笑我的顺 他们都帮我写功课长知识哦 老师 我认为萧同学的意见非常不可取 俗话说 父母在不远游 身体发肤 秀之父母 萧同学 你这样的行为 就是让我们全班蒙羞耶 萧萧萧脸 我自己也不是要爸妈上片大妈还敢说 老师 你说说看啊 大家安静 老师 看到这般的情景是太痛心了 一定是老师没有骄傲你们 才会有你们这么令心寒的学生 老师 我代表全班同学 向你道歉 我相信萧同学就让自己错了 我哪有错啊 我只是在青春抬杠啊 来到了青春抬杠 我是小话兵 小话兵今天非常非常的少女心迸发 为什么呢 因为等一下要讨论的 我们青春抬杠今天的主题 就是小话兵非常非常热爱 狂爱 我魂牵梦鸣的 一部 少女漫画传奇之作 她算少女漫画哦 她算是类少女漫画吧 我觉得 是哦 好棒 对 因为她跟一般的少女漫画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那这个少女漫画究竟是怎么样的魔力 可以让不只修画兵 而且还有数以百万计的青春少女们 横跨各世代哦 横跨各世代的少女都为她神魂颠倒呢 是 对 她就是我们非常有名的千面女郎 对 不是千面人哦 不是下毒那个 有容易让人搞混 好 那千面女郎这个它是一个很有名的漫画 那这个漫画呢 最近大概是这几年的事情吧 才刚被改名为叫做是玻璃假面 所以它们是同一部 本来这个日文的名字好像直翻就是 就是就是玻璃假面 玻璃假面 玻璃假面 类似类似 玻璃假面倒是在讲什么故事啊 嗯 为什么玻璃假面是假面骑士吗 假面超人 假面超人 女版假面超人 我太狂 假面超人谈恋爱 不是啊 当然不是 主题呢 它的主题就是 舞台剧 那讲到这个舞台剧呢 她其实就是当然 故事女主角一定就是一个 女生嘛 小女生 然后这个小女生呢 她的名字叫做是 潭宝莲 喔 她现在改名叫北岛玛雅啦 嗯 对 可是她以前 大家 魂牵梦鱼的那个年代 大家都叫她潭宝莲 是 所以我就叫她潭宝莲了 是 好 这个潭性少女啊 潭性少女她家很穷啦 穷到不行 她们是在横冰的中华街 的面店 拉面店里面工作 所以就负责就是做面啊送面啊之类的 所以呢这个潭宝莲每天 就在那个小小的拉面店里面 就准备要出门去送拉面 但是呢 她常常把送拉面这个事情搞砸 为什么呢 是喔 送拉面也可以搞砸 她就是小跟巾啦 嗯 她小跟巾的同时 她只要一看到电视 嗯 有在播任何戏剧类的东西 是 她就会 她就会整个人 嗯 投入在那个里面 哇 不知道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眼中只有那部电视机里面的剧情而已 哇 所以她就是一样 像这么特别的一个少女 而且不止这样子喔 她的特殊的才能 就是她只要看完一出戏 她只要看完一出戏 她只看了一遍 她就可以从头演到尾 太强了吧 所以她就是非常厉害喔 是啊 她先在一个公园里面吧 反正她就没事 就送拉面又不好好送啊 她就在公园演演戏给小朋友看 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突然出现了一个黑影 躲在她的背后 默默的 看着她 这个女人就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我们等一下会提到 神秘女子呢 她总是长发及腰 接近半张脸 为什么呢 她叫做阮玉斌 阮玉斌呢 她是一个传奇的明星吧 戏剧界的明星 她是大明星 她之前有一部戏 叫做《红天女》 这个戏 《红天女》这个戏就是一个传奇的剧嘛 只有她一个人可以演 好酷喔 就是在讲一个梅树精灵的故事 所以她是一种非人类 非常难演 只有她一个人演得出来这种 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 然后她就 因此就因为这个戏 所以享受到很多财富啊 享受到很多名气嘛 可是呢 就在有一次演出的时候 天哪 突然 怎麼了 她头上的灯砸下来 砸到了她 好可怕 她就毁容了 也太惨了一点吧 对啊 所以呢 她就因此永远不能再演戏 好可爱喔 所以她就积极的 她就转往幕后嘛 就希望当一个老师 就是戏剧老师 知道大家的演技 她就自己开了一个剧团 有一天就在闲晃的时候 就看到这个谭宝莲 演戏给小孩子 哇演得活灵活现 很厉害 所以呢 她就邀请她来到她们的剧团里面 学习演戏 然后在剧团里面 当然就有认识一些好朋友啦 还有另外一个剧团 的一个男性的好友 嗯 那这个男性的好友 当然就是 会有一些感情 曖昧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她认识到姜文斌 然后呢 所以她们就有一些 有曖昧的小情愫 反正就是一起 在戏剧界上 互相扶持的好伙伴 嗯 在一次又一次演戏当中嘛 那这个谭宝莲的才能 就一直被显露出来啊 嗯 比较很夸张的是我还记得 嗯 就是她好像只是 在某一出戏 但一开始只能接一些小角色嘛 那最后接到一出戏 好像她只是要 从左边走到右边 路人甲的角色 嗯 她要演的是她 背着一个婴儿 然后逗那个婴儿丸 就这样子而已 然后呢 蛤 背着婴儿丸 对 然后就从左边走到右边 然后没想到 嗯 全部 观众的目光都在看她 你太强了吧 对 所以呢 她之后就在 这个戏剧界 就有一个称号 就是舞台风暴 哇 她会为这个舞台带来很 严重严重的一个转变这样子 好恐怖喔 所以很厉害喔 她是一个 戏剧上面的天才少女 哦 讲到天才少女 当然要有一个人跟她 怎么样 P.D.对不对 P.K. 跟她P.K.没有错 跟她P.K的 这个女生叫做白莎莉 白莎莉 她也是 叫做是演艺界的天才少女 她们家就是演艺世家啦 哦 她也是长得比 潘宝莲漂亮很多 就是有点像是公主的那种感觉 有点像是 不是有一款什么睫毛膏 还是什么 之类的 嗯 上面有很华丽的那个 大眼睛的那个女生 哦 对她就有点长得像那个 样子 嗯 反正那个时期的画风 如果大家去看那个漫画的话 画风走着非常迷洛河女儿 就是 同大瞳孔也有小瞳孔 那个 华丽的路线 是 然后呢回到这个 白莎莉嘛 白莎莉呢 其实就是天之娇女啦 又有外貌 然后同小就学习什么芭蕾啊 学习什么 讲英文什么的 就是很厉害 千金少女 就是那样子的 嗯 然后大家都觉得她很厉害 可是呢她心里面 知道 唯一可以跟她匹敌的女生 就是 潘宝莲 哦 这个时候呢 又有一个 嗯 也算是反派的角色吧 呵呵 谁啊 反派的一个公司 那个公司叫做大都艺能公司 嗯 那公司呢她希望 她一直都很希望可以 让红天女 这个剧 重新搬上 舞台 嗯哼 就是跟阮玉兵在那边谈判 嗯 阮玉兵当然不愿意啊 剧的版权在她手上 她就是不给她演 她就用手段 她就让那个剧团给解散了 嗯 太厉害了吧 但是呢 这个时候又有点 恨中有爱爱中有恨 为什么 因为 这个艺能公司的总经理 是 那总经理呢 她有一次在看到 谭宝莲演出的时候 深深的被震 震 震折了 哇 对 就是完全被吓到说 这个女生 怎么这么一心热爱演戏 那个演出都散发光芒 哈哈哈哈 好好笑 所以她就 有一点点 一开始是有点 像是长腿叔叔一样的 关心了她 长腿叔叔又来了 对 所以一方面 她又是那个谭宝莲的敌人 嗯 因为她要买那个版权嘛 然后又把他们权权给解散了 哈哈 所以另外一方面呢 她要在心里面就是 很钦佩这个小女生 哦 就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就是 紫玫瑰先生 为什么叫紫玫瑰先生呢 紫玫瑰先生 因为在她 在谭宝莲每一次演出过后 嗯 她就会送她一束紫玫瑰 哇好浪漫哦 然后就说 嗯 这次演出要加油 你演得很好哦 哇 就是真的是长腿叔叔这种感觉 你知道 有一点 之后呢 虽然这个剧团结散了嘛 可是呢 谭宝莲还是很厉害 所以呢 她又接到了一些角色 比如说 在一个 在一个电影里面客串 又是客串 然后又 得到众人的目光是吗 对 她客串一个 在病院里面 演戏 然后就是要走路 嗯 要她脚 脚掰卡啦 嗯 就是要一步一步这样走上阶梯 嗯哼 就这个场景而已 又 又获得 大家的肯定 她就花了一个礼拜 真的把她的脚缠成那样子 嗯 然后就开始训练自己 要适应自己完全 左腿不能动的生活 然后一步一步踏上那个阶梯 也太累了吧 然后她明明就有那个角色 然后那个 我记得那个女明星还蛮大牌 女主角很大牌 嗯 就想说 拜托 这个演的戏要在那边 搞得好像很严重一样 哈哈哈 对 然后到后来 她只是小角色 但是呢 她竟然得到了一个特写镜头 哈哈哈 好好笑喔 对 非常苦 就因为她演技太好了 導演都嚇到了 都给她 都给她讲啊 嗯 之後 到了 PK 第一次PK囉 她跟白沙莉的第一次PK 是怎样的情况 就是在一个奇蹟似的角色 奇蹟 叫做是 海伦凯勒 哦 海伦凯勒 这个事情 就是她们在 常常在做玄角这个过程嘛 她们两个人 我记得她们是不相上下 嗯 所以同时得到了海伦凯勒 主角这个角色 又可以这样哦 对 要怎么样呢 她们就是好像一天 一天演不同的 就交错啦 就一天是譚寶莲演女主角 嗯 然后一天又是白沙莉演女主角 不同人 所以要PK人气啊 看谁演得好啊 同一个角色 那也太难了吧 观众怎么能接受同一个角色 一直 是不同人啊 進舞台剧 只要看一次就好啦 她可以选择她要看白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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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没有没有我以为是电视剧 对对 她是舞台剧啦 哦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她们就 演同一个角色 她们一开始 当然还是会有一些训练啊 她们暴脸 就是 真的每天都把自己蒙了眼睛啊 嗯 去感受那种 听不到看不到那种感觉 对好惨哦 对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邱俊杰 就是那个子梅龟先生 嗯 还提供她一个别墅 叫她到那边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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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呢她去看她的时候 嗯 就发现她伤痕累累 他在干嘛 就是因为她就是摔倒啊 一直怎么样啊 好可怕啊 真的伤痕累累哦 然后子梅龟先生就 默默的把她给抱住 她暴脸也看不到她长什么样子 哈哈哈 对 然后就是哦好浪漫哦 哈哈哈 好浪漫 哈哈哈 太夸张了吧 好 总之是她揣摩得非常好 哦 是 所以她又打败了那个白沙莉 得到了最佳女配角的大奖 嗯 嗯 很厉害哦 最辛苦都值得的这样子 当然她的心路就越来越开阔了嘛 嗯 然后就 又开始什么演 连续剧啊演什么之类的 哈哈哈 然后又 认识了一个新的 呃 偶像明星 嗯 就是呃男朋友啦 哦有 这么快就谈恋爱了 对 但是那个男朋友就无疾而终 这样子 嗯 就是她的光芒实在是太 太闪耀了 哇 所以很多人就会忌妒很陷害她 嗯嗯 就比如说把什么道具都给她破坏啊 什么之类的 就很过分 但是她 就算是被道具破坏的状况之下 她都演得很好 哈哈哈 是 就反而变成你知道 显现她很会演 对 有一次很夸张我告诉你 怎样 告诉大家 他们也是同一个剧团 反正剧团里面的比赛嘛 戏剧大赏 这个剧团大概有七八个人嘛 都要上台演出 嗯哼 可是呢这个时候 其他人好像到 好像去拿到道具还什么之类的 总而言之 他们开到深山里面 然后就被陷害 哦 除了譚寶莲以外 嗯 其他所有的 演员 都被困在深山里 那就是要开演了怎么办呢 哈哈哈 好蠢啊 知道吗 譚寶莲竟然 那时候就要上台咯 其实上台前才十分钟而已 嗯 就不管怎么样都要上台嘛 他自己一个人上台 嗯 他把他演成独角戏 哇塞 有多厉害 你看 太强了吧 都自己一个人哦 然后对着那个 布景外面 好像有人在跟他对话一样 哇塞 好可怕哦 太强了 对他就是靠一个本能在演戏 好可怕哦 对就是说看着他 是看着我真的热血沸腾 就觉得 霍莲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好大哟 现代新女性的典范 是 紫玫瑰先生嘛 就越来越爱那个 譚寶莲 嗯 可是他又 为了那个 要真红天女 这个拳 他又不希望 让大家知道 譚寶莲的妈妈 是一个很 就是 落魄的女生啦 有她吗 奇怪哦 我不知道耶 反正他就是把她 给软禁在一个地方 嗯哼 后来又不小心 就把他妈妈给害死了 好奇怪的剧情 我觉得 对 所以又变成怎么样 又变成这个 对她最好的紫玫瑰先生 又是杀了她妈妈的 又算是间接的凶手 这样子 哇 好纠结哦 不知道她是紫玫瑰先生 所以她很讨厌她 嗯 是这样子 而且 她还中了一个陷阱 哦呦 什么陷阱 被另外一个女演员陷害 在演出前 一不小心就失踪了 哇 她就必须演到那部戏 嗯 因此她就被 封杀 好可憐哦 被封杀的时候 她又只能回到她高中的 那个小仓库 那个剧场在演出 好可憐哦 就从最低階的地方 重新 开始做起 没想到 她本来只是 原优惠演出戏而已哦 原优惠 然后有 然后突然大家 一传十传百 又坐无师席 太夸张了吧 就是非常厉害哦 所以她实在是演太好了 所以她就因此找回信心嘛 嗯 但是这个时候呢 你知道白莎莉 当然是心徒一番顺遂 嗯 对啊 所以白莎莉又得到了艺术大奖 哇 很厉害哦 这个时候呢 终于要进入白热化阶段了 哇 怎么了 怎么了 就是她们要 她们要争夺 红天女 哦 因为阮玉冰不是 她自己有那个版权在吗 对啊 她要重拍嘛 她要重新登上 那个舞台 嗯哼 所以她就决定 谁要当她的接班人 嗯哼 她怎么决定呢 她这个时候就宣布说 白莎莉 就是 红天女的继承人 哦 那当然听到大契 会不会吓死了 那谭宝莉一定很难过对不对 嗯 但是有但书哦 只要谭宝莉可以怎么样 她可以在 两年以内 获得 艺术大奖 就同样的大奖 哇 太难了吧 这样 就可以 就同时拥有 接班人的资格 哇 对 所以她一开始她只是一个小小 她在原油会里面演戏耶 然后现在要叫她 你知道 重返 就是重新获得那个地位 就很困难啊 嗯 所以她当然就要审慎的挑选剧本 是 剧本就是她挑到了一个 很酷的角色哦 哇 剧名叫做是 被遗忘的荒野 哇 她演的是一个 狼少女 哈哈 还蛮不错的啊 对啊 所以就是一个狼少女她是不懂人类的语言 嗯 她要表现出的是兽性 完全没有人类的影子在里头 哦 所以她就 她就是也是很厉害 她会把自己关在一个笼子里面 这 请问一下她没演一部剧 就要这么的辛苦是吗 对 对 她累不累啊 她这个敬业的态度 不是像你这种随便 偶像剧演员乱演一通 有没有 拿个那个钱啊 背个台词 就 做个表情就可以 拿到钱 但是完全错误的 也太辛苦了吧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哦 她就演 演什么角色 她就要先戴上那个玻璃假面 哦 就是 聚名的油 这个面具 我就是 我就是公主 我就是 我就是公主 一上台然后大家都傻眼了 闪发那光芒 她不是 她不是我认识的贪暴脸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 了解 对 然后狼少女她演的实在是太成功了 嗯 这种角色本来就是很突出嘛 嗯 所以她就真的就因为这个角色 得到了艺术大奖 哇 所以她也取得红天女继承人的资格咯 嗯 阮玉冰就要带她们 重新回往 红天女的故乡 红天女有故乡哦 对 红天女的故乡 因为红天女是个梅树精嘛 嗯 所以就有一个在奈良县深山里的 红梅谷 呃哼 所以她就带她们到这个地方 然后要住在这里 是 然后要学习 就是感受红天女的一切 啊 她记得她那时候出四个课题 哦 火水土 什么啊 就是大自然的元素 因为红天女她不是一个 有人类气息的女人 是 就有大自然气息的女人 一样就同样的角色 就要给她们试炼 给她们PK 嗯 看起来演得比较好 谭寶莲一直觉得白沙莉演得很好嘛 这么漂亮 这么轻盈 这么美丽 是 但是呢 白沙莉一看到谭寶莲演 她就完全自叹不如 我记得她有要叫她演那个树 呃 演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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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她就随那个树摇动 嗯 然后就是真的会让你感觉到 一点人类的气息都没有 呵啊真的是一棵树 对 因为像可能 白沙莉的树就是有一点 你知道她可能学过芭蕾 就是有点太 太 优美的那种 太技巧性了 哦 欸就是呢 谭寶莲就是正把自己画为一棵树 不是 所以总之啊 就是 嗯 所以就是发生了一些事情 然后呢 癡绿 故事都要在这边结束 咯 结束了喔 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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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沒有結局 太長了啦 他還在連載當中 已經出到48集了吧 還在連載喔 對 已經出到40幾集囉 還在連載喔 好誇張喔 他結果漫畫中是哪一年開始畫的嗎 我不知道 1976 啊!太誇張了吧 76到現在都還沒有結束 2012年1976是多少呢 我不想算了 總之這幾十年間 他都還沒有畫完這部漫畫 太誇張了啦 很傳奇的是 畫到第42集的時候 他本來有畫到第45集 他不滿意他自己畫的 他要重畫 他重畫之後他就消失了 42集就因此停留 大概至少有大概 10年吧我不知道 哦 他一直停留裡面 他就一直不出新的 一直不出新的 為什麼要這樣子 他說他好像很熱衷 一些宗教的事物 所以 他說在1993年 出了第40集 到1998年 出第41集 距離很久囉 但是呢他要去畫其他漫畫了 哦 1998到2004年 才出了第42集 太累了吧 所以呢這就讓許多 從小閱讀漫畫 1976年耶 等了30年 太誇張了啦 他還等不到 不曉得紅天女會給誰演 哈哈哈哈 太累了吧 也不知道 紫玫瑰先生 究竟會不會 跟譚寶連在一起 太辛苦了啦 而且期間還甚至一度傳出 就是作者 是不是已經死掉了呢 哈哈哈哈 也太瞎了一點吧 到最近才開始 又重新再連載囉 回到這個 紅天女的故事 有很多就是女性讀者啊 三四十歲 呃 他們這一生唯一的願望 就是要看完 在死前 要知道到底紅天女是要給誰演 哈哈哈哈 欸真的很誇張耶 為什麼會這樣 不知道這部戲 現在是多麼傳奇了 是是是 那種傳奇的 玻璃假面 千面女郎 那千面女郎 不只有漫畫 當然漫畫是最好看的啦 還有出那個 好像很多版的動畫耶 對還有動畫 嗯 然後呢還有日劇喔 日劇是安達又是所主演的 嗯 平常是年輕的時候 算是她的代表作之一 然後之後就馬上 嗯 走下坡啦 哈哈哈哈 走下 好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這個 玻璃假面 千面女郎 那千面女郎呢 很特別的是 我剛剛不是說 重新開始連載了嗎 喔對啊 它的場景設定 是在一九七幾年嘛 嗯 然後它最新的 第四十二集裡面 嗯 出現了照相手機 嗯 呵呵 第四十四集裡面出現了E-mail 呵呵 嗯 嗯 就是也要 與時俱進的感覺 對 所以就是有一種 時差的感覺 叫 嗯 不明其妙 如果妳真的是從一九七六裡面看的時候 應該會覺得很莫名其妙吧 對啊沒辦法 畢竟還要隔了這麼久 現在是出到第四十八集 就看這個 紅天女 到底是能繼續 讓誰演下去囉 好所以就是這部 非常勵志的 少女漫畫 勵志嗎 我覺得它簡直是 非常挫折欸 非常挫折嗎 就飽受各種的那個苦難啊 飽受苦難的原因就是它 職著在它自己熱愛的事情上面啊 因為妳會覺得原本的少女漫畫都是一些 就是要讓男生來決定你愛不愛她啊 然後或是一些就很被動的角色啊 對啦 你說這個角色它是比較主動是不是 對這個角色它就是主動爭取她自己的事業的成就 喔 對啦 對啦 可是為什麼就是聽起來有一點點跟 我不太好意思講欸 什麼 就跟 跟華麗的挑戰有一點雷同 華麗的挑戰 就小雷同啦 就是關於女主角角色設定是 就是演戲天才這個部分 嗯嗯嗯 反正我就覺得蠻好笑的 對 所以就是當然這個正宗的 傳奇的千面女郎當然是不容取代的啦對不對 對 千面女郎真的是 你要準備很好的一個時間 然後去漫畫店租來 就 坐著 就一直看 所以你比較推薦漫畫本身 動畫咧 動畫其實和漫畫劇情是差不多啦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 差別就是在 反正就是漫畫裡頭還會感受到那種 精髓 齁喔喔喔喔喔喔喔 因為你可以只是一張一張一張圖片啊 嗯 你可以自己想像他演得多好啊 喔~~了解 但如果是動畫畫出來可能你就覺得 嗯好像也沒有演得很厲害嘛 就是 我懂了我懂了 對 所以就是這個樣子 對推進大家去租一下這個玻璃假面來看 所以我今天的玻璃假面的介紹 就帶來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囉 希望大家都可以成為 成為玻璃假面 成為玻璃假面 成為一個談保連好不好 好 對就是在這個戲劇的方面 進修措施自己 我覺得這也算是很多 戲劇系奉為聖經的一個漫畫吧 嗯 畢竟他追求的就是一個 演技的最純粹的高峰 是是是 好 所以呢我們這段要放什麼歌呢 這首歌 是來自於 Hijack 也是一樣的是台灣的獨立樂團 Hijack這個樂團的歌曲 海底世界 那Hijack這個樂團呢 它是一個四人樂團喔 在2008年的時候 在台北成軍 然後呢 然後他已經發行了兩張EP喔 所以算是這個還蠻有發展的 然後呢他說看他們表演啊 好像在喝深啤酒一樣 很暢快的感覺 但是又有一點苦澀的鬱悶 哇 就希望你可以透過他們音樂 來感受一下他們所要表達的東西囉 那海底世界這首歌 它的歌詞大家可以聽一下 其實還蠻符合笑話柄的心情啦 怎麼了怎麼了嗎 嗯 就是想要沉默在海底吧 沒有 沒有就是什麼都不要想啦 是 你有沒有覺得在水裡面就是可以感覺到 就是好像時空都暫停的那種感覺 有 這一切都很寧靜 對 寧靜的感覺 嗯 所以就透過這首歌曲 希望你也可以想像一下這種感覺 然後同時呢 也可以想像完之後 再去讀千面女郎回家 哈哈 太辛苦 就先介紹到這邊 來聽一下這首來自於Hijack的海底世界 就這樣吧 就算了吧 也許這就是 我的沮喪到啦 在水中間裡 This is what we're searching for Lonely people in this world Maybe you will understand So let it go Welcome to the party night 今晚我做的都是错 Welcome to the party night We can't wait for Welcome to the party night 今晚我做的都是错 Welcome to the party night We can't wait for 就这样吧 就算了吧 也许也许 落着沮丧 就这样吧 就算了吧 忘掉人间 But you can't wait like You can't wait for me 它温暗 бол 都要去 Not to Can 我总是赖过头听不懂 脑袋装什么想什么太沉重 任由时光静静悄悄地溜走 脑袋装什么想什么想再多 就这样吧就算了吧 也许这就是我的至少 就这样吧就算了吧 忘掉这些情窝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